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送往南投检疫所的她 抱怨自己从后机室被移送到挺机坪吹风 也不满上钱关心的女性 她递给我一段约三米长 卷称遗书的册纸 说用了止血 尝试告诉我 拒绝 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人翔事后说明 该名裁剪人员将检体送回实验室 并非有意逃走 王喜呢 却po出庄人翔的黑白照 你好像知道很多哟 你一定知道统伤我的那个人是谁吧 而我不知道庄人翔是谁 然后王喜隔天就道歉了 仍然希望检疫人员能给个说法 but 道歉对象的名字优先打对才有诚意呢 打出名字应该是 看起来应该是无心之过啦 那可能接受其道歉 也祝他早日看護 来者是客 我们要让他尽量能够兵治如归 但是台湾有台湾的法律 跟我们的做法在的 裁剪的地方是视同我们的医疗机构 台湾的法律里面很清楚 在医疗机构里面 我们是不允许对我们的护理医护人员 不管是行为的暴力或是语言的暴力 这都不被我们所接受 我再次强调有任何不舒服要申诉要怎么样 这都有他的一个管道 不过也有人疑惑为何台湾机场落地裁剪 不用深喉妥一的方式 我们在落地裁剪的部分都用笔言 因为在深喉妥一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时间就变长了 可能要等四个钟头 五个钟头 加上前后来回送检体的一个时间 相对就变得时间长 我们用liate来做的话 大概20分钟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所以在这一部分也只能这样子做 那当然随着未来这个访单 或是这样的一个使用的适应证 或是使用的手段的 所适用的情况 情境有改变 那当然我们就采用 让大家更舒服的方式来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